有印太沙皇之称的美国副国务卿康贝尔今天暗示 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潜艦协议可能有助于嚇阻中共 使中共不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 他指出AUKUS的新潜艦能力将促进台海和平及稳定 路透社报道 美国、英国和澳洲三方在2023年公布AUKUS合作协议 内容包括澳洲将向美国采取核动力潜艦 作为三方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日益增长实力的措施之一 但英美澳先前一直不愿公开将AUKUS与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联系起来 中国声称台湾是该国领土 澳洲则称该国未承诺在任何台海军事冲突时支持美国 康贝尔今天在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谈话时 罕见地将台湾与AUKUS联系起来 他表示AUKUS的新潜艦能力将促进和平及稳定 包括台湾海峡 他指出AUKUS的潜艦能力在各种情况下都具有重大影响 包括海峡两岸情况 他还说 我认为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 不仅在外交方面还包括国防领域 结果将能更广泛促进和平稳定 中国曾称AUKUS协议很危险 并警告这可能引发区域军备竞赛 为前总统川普担保民事欺诈案1.75亿美元 上诉保证金的富豪身份曝光 外界证实他本身在政治上支持川普 名下保险公司经营刺激车贷业务 这名富豪透露 双方谈判过程迅速 川普拿出现金作为抵押 但是他不值这笔现金的来源 综合CNN及NBC报道 这次为川普担保1.75亿美元保证金的 是加州骑士专业保证公司 其董事长亿万富豪汉基称 他乐于为川普承保 而且这宗交易很容易 很快就洽谈妥当 汉基形容 当初纽约法庭将上诉保证金 定在5亿美元时 川普就曾与骑士专业保证公司接触 纽约上诉庭同意将金额大幅减至1.75亿元后 他一度以为川普能自行支付款项 不料再次接到对方电话 川普最初开出条件 抵押资金中的80%为投资等级债券 加上20%的现金 而保险公司也已收到债券 但最终川普以现金支付全数 汉基表示 自己不知道这笔现金的来源 交易后他也没有和川普直接联络 反而川普的次指 Erik致电感谢 记录显示 骑士专业保险公司总部位于加州 主要向信用评分较低的民众提供刺激车贷 由于这类车贷风险较高 因此利息也较高 而在政治方面 汉基一直支持川普 他与妻子两名儿子都曾向川普捐款 今年也会维持同样的立场 不过汉基表示 这次交易与政治无关 公司本来就经营这样的业务 客户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不会拒绝 根据福布斯估计 汉基的身家约值74亿元 在纽约的民事欺诈案中 法庭判处川普罚款4.5亿元 随后因为利息叠加 加上涉案人若以其他资产支付保证金的话 其价值应等于罚款的120% 因此总额高达5.57亿元 川普的律师表示金额过于庞大 已达到不可能的水平 因此上诉庭同意降低保证金 目前中国的空房特别多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几亿人的离世 再加上墓地的价格还非常昂贵 一些民众就选择购买偏僻地区的房子 用来安置家人的骨灰 成为了一种消耗空房的新现象 新冠病毒肆虐至今 中共当局一直都在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 但是当局解除了清零政策之后 人们就发现 过去很多繁华的商业区 或者人口密集度很高的住宅区 现在街道上的行人都非常的稀少 很多大的购物中心 连顾客的影子都看不到 网友们面对冷清的街道也十分的不解 用手机拍下空荡荡的街景 大声的询问 人都哪去了 大纪元2024年3月7日就报道表示 有大陆的民众爆料说 新冠病毒反复发作 武汉医院爆满 官方仍然在掩盖 有知情人披露说 在第一波疫情当中 武汉就有几十万人死亡 当时火葬场24小时的烧 不停的烧也烧不过来 没办法就把尸体冷冻切碎 另外安排时间焚烧 因为短时间内死的人太多了 骨灰盒也供不应求 许多殡仪馆就向家属 发骨灰时 只能用塑料袋代替骨灰盒 而墓地也趁机坐地起架 更加的昂贵 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近日就传出中国大城市的人购买偏僻地区的房子 来放置自己家人的骨灰 现在多地的偏远小区 存在一定比例的骨灰房 有的楼层甚至是大楼 都出现了住的死人比活人多的情况 这种选择把空房作为骨灰房的屋主 大多是生活在一二线大城市的 但是因为大城市的目的的价格高 管理费用也贵 租期短等限时问题 于是就选择位置比较偏远 价格更便宜的其他地区来进行安置 江苏的一位房地产的业内人士就透露 有的新建案开卖时 一群周边大城市的购物者就跑过来 其中就有不少人买房 是用来做骨灰房的 有中国的网友表示 他刚搬进了一个新建社区 入住一段时间都没看见对门的邻居出入 结果有一天突然听到对面开门了 他就透过猫眼观看 结果看见对门打开 映入眼中的是一个摆放着两座烛台的桌子 中间是一个黑色的盒子和一张仪像 还有几位穿黑色衣服的人在那里弯腰鞠躬 另一位网友还说 他日前接到空调安置的项目 去到现场之后 看见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仪像和骨灰盒 旁边还摆着鲜花 完整的灵堂布置 他被吓得不想再继续施工了 结果客户就把安置费提高了一倍 之后他就硬着头皮完成了施工 这名网友还说 这个社区附近的两栋大楼 骨灰房的房间就有十多间 还有一名买了骨灰房的网友就说 买这种房子一般会选择地理位置比较偏僻 住户比较少 价格还比较便宜的小区 买了之后就悄悄的安置 不要告诉邻居和附近的住户 免得对方产生心理负担 引发纠纷 大纪元在2023年1月16日的报道当中表示 中国发生疫情海啸 医院里尸体到处都是 火葬场大排长龙 中共极力地掩盖 发布的疫情数据难以自圆其谎 民间大量的一手资讯都显示 中国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巨大 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就说 三年多来 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 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 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5亿人 李大师多年前就警示 瘟疫将在中国造成灾难 同时也开示了解救之道 他在试文中提到 远离中共邪党快快找真相 在疫情爆发之初 李洪志大师在2020年的3月份 又在理性一文中指出 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 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 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他了 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不信就拭目以待 在三退义工广传真相的情况下 也有很多的民众了解了真相 都开始声明 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 少先队组织 不为中共站队 有来自大陆北京的署名为 青山不老的民众发声明说 我是曾经参加过所谓 抗美援朝的老人 在这次疫情当中养了 发烧全身无力 我的女儿照顾我还劝我三退 她是我家亲朋好友当中 唯一至今没养过的 她的平安秘诀 就是承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而且她在很多年前就三退了 我明白了这个真相之后 即刻退出早年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 还有许多大陆的民众在疫情当中 也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选择了三退 与邪党势不两立 有的是一家人一起退 还有的人是同一个村子的几十个人 一起办理了三退 目前透过大纪元退党网站 办理三退的人数 已经有4亿2800多万人了